中南海政局诡异 习近平即将动手 习首次面临真正挑战 红潮走向终结 解封后恐更可怕 风暴才刚开始 会灭米歇尔 习近平首次回应白纸运动 遏制中共军事发展 美国量力减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李清源 周三中共通报江泽民当天病逝 但官方消息显示 不会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外界认为反常必有妖 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表示 中共的匪首离世 基本都有告别式 习让江得不到正常的待遇 更大的原因可能是 习近平要用这种方式 敲打江派 不过表面上他会以疫情为借口搪塞 时评人王贺还表示 传闻江的尸体变形很严重 已经看不下去了 所以才不搞遗体告别仪式 另外以官方公告的时间点来看 目前中南海局势十分诡异 习近平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对习近平来说 虽然二十大后习家军全面上位 习看似大权在握 但是国内外抗疫声浪空前高涨 这对习来说也是不小的压力 另一方面 江曾派习的反习势力 对习近平依旧虎视眈眈 王贺说 习近平在政治权力稳固的情况下 可能不会马上动手反击 但是以曾庆红卫代表的江泽民反习势力 不会死心 他们表面上捧习 但是实际上是在等待时机 他们不会轻易对习动手 但是一旦出手就要把习拿下 置习近平于死地 时评人唐靖远分析 江泽民的离世 标志着江派在整个中共权力版图中的没落 也标志着江派退出中共权力核心圈的开始 接下来曾庆红有可能成为习的下一个目标 同时江的死亡将导致中共内部权力架构失去平衡 这种失衡可能引发党内斗争的加剧和混乱 另据官媒报道 习近平对江泽民离世发表谈话 内容都是正面赞扬 对此法学家袁洪斌表示 这代表习近平现在还没有能力 按他的政治意志去公开地批判江泽民 习近平其实对江泽民充满仇恨 他早就想把江泽民的罪行公开揪出来 中共二十大政治报告中就不点名指责 江时代制造出了几乎是亡党亡国的危机 现在江泽民走了 习不得不表面上继续肯定他 这也表示习近平本身已经坐在火山口上了 袁洪斌认为习会对江泽民家族进行整肃 而且将很快地开始 大家认为接下来习近平会对江泽动手吗 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告诉商业内幕的专栏作家 利内特·洛佩兹 在过去十年中 习近平从未面临过当前这般严峻的挑战 纽约时报报道 习正在失去两大根基的支持 红潮的终结正在开始 裴敏欣指出 长期风控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暗淡 失业率高涨 零售和工业产量停滞不前 出口量下降 国际投资者纷纷撤离 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正在崩溃 人口正在加速老龄化 面对种种困境 习近平没法说服中国人民继续相信他 而且虽然当局似乎正在放松清零限制 但感染人数猛增 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疫苗 可能会导致一场潜在的公共卫生危机 另外裴敏欣表示 在面对国内压力时 当局通常会依靠镇压监控来达到维稳的目的 正如香港那样 纽约时报指出 现在很明确的是 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他们自治的重大政治危机 当局的强硬做法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灾难 让民众清楚看到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僵化 以及意识形态和话术的破产 并揭示出公众反对的真实程度 最近的示威也将工人大学生和中产阶级团结到了一起 全民自发表达了对政府权力不受制衡的绝望 虽然这次的抗议活动如香港民主示威一样 遭到中共的打压 但政府无法永远维持用暴力控制局面的做法 清零政策暴露了中共体制的固有弱点 习近平正在失去中国最关键的两大政治根基的支持 大学生和中产阶级 还有评论认为 日前在中国多地爆发的白纸革命虽会失败 但它却代表了一个开始 一个朝向中级红朝的开始 中国人开始有权力意识 开始追究有权力者的责任 要求执政者下台负责 这是令人欣喜的事情 目前中国各地出现解封迹象 然而有些省市仍持续清零 外界担心中共笑里藏刀 背后密谋一场更恶毒的计划 12月1日 中共各大媒体开始报道称 没有证据表明新冠有后遗症 此外出北京广州外 甘肃省兰州市也开始清理隔离点 大批人排队里开方舱 路透社还引述两名消息人士说 未来几天 中国将宣布符合特定条件的去诊患者 可以在家隔离 然而就在同一时间段 湖北省一城市医中 将一批核酸检测有问题的学生 拉去集中隔离 杭州也突然在一日下午出现大量黄马 同时广州南站准备离开的人 突然全被变成红马和黄马 辽宁景州市宣布继续实施动态清零 据称还有很多城市正在赶建大规模方舱 网友对此纷纷猜测 当局可能有后手 或者是准备先放开再收集 一段时间后放出医院挤兑和死亡消息 用舆论攻击把全社会切割为共存派和清零派 并给共存派扣上境外势力 害死中国人的帽子 发动群众斗群众 从而忘记反共 到时候军队出面 扑灭境外势力 对中共来说就更明正言顺 观众朋友们 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呢 另外资深媒体人石山认为 依中共的习性 他们很可能采取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 疏堵兼备 一方面解除风控 另一方面准备好对之前的抗议人士下手 比如政法委下令 坚决打击境外势力的渗透 另外教育部也召集全国高校党委书记 校长召开紧急会议 要求各高校严防境外势力介入 对此石山提醒白纸革命参与者 专制体制下 所有的领袖都有人民镇压史 千万别高估了共产党的人性 更别低估了共产党的残酷和残忍 12月1日 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 在北京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 对于日前爆发的白纸运动 欧方的声明没有透露 习近平对抗议浪潮和人权议题作出回应 不过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北京方面没有公开承认存在这些抗议 但习近平周五告诉米歇尔 抗议活动主体是对三年疫情不满的学生 另外 米歇尔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透露 二人就防疫政策进行了讨论 米歇尔在声明中表示 他向习近平提出了人权、基本自由和少数群体权利的问题 重申了和平集会 也就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各国宪法中都持守的一项基本权利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 米歇尔还说自己和习近平就新疆情况进行了长时间讨论 他特别提到 中国已准备好重启中断三年的欧中人权对话 但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李夏提 对该对话的成效提出质疑 他猜测 中共可能要通过所谓的对话 来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共的人权外交压力 另外 会议中 习近平仍吹捧中共二十大的重要成果 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 并更强调有信心维持社会稳定 但实际上 中共领导人口中的社会稳定并不尽然 中共对异见人士的抓捕仍在持续 据外媒报道 目前拜登政府延续了川普政府对中共的限制措施 包括更深入的审查 美国和中国机构之间的投资贸易和学术联系 从而达到遏制中共的军事发展的效果 日前 美国经济专家安东尼奥格雷斯福刊文表示 由于中共军民融合政策的侵略性 华盛顿正在加强限制美国对华投资和中国对美投资 白宫11月8日的简报指出 中共认为人工智慧等先进技术将推动下一次战争的革命 扩大军民融合则是实现目标的关键 北京还要以此来完成一个既定战略 到2049年将共军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据悉美国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努力组织北京的计划 不允许中共获得美国的人工智慧 量子计算 大数据 半导体和5G 以及先进的核能和航空航天技术 另外 中共不仅利用情报收集 间谍活动和盗窃等手段 获取美国技术 还招募美国科学家和专家 资助美国学者和研究人员 并与美国研究和教育机构合作 据悉 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将中国列为窃取美国数据最多的国家 因此FBI有充分理由要求 对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据报道 由于美国政府的新限制措施 美国供应商已停止向中国经典制造商销售产品 中国半导体行业的众多美国员工已经辞职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